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站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继续 ECS云主机的配置的下 那么这一课呢,其实不涉及到ECS云主机购买 购买或者配置的信息 那么我们主要是用Nodel.js开发一个简单的webserver 并且完成我们这个webserver和微信服务之间的这个信任关系的设置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我们还是需要SSH登录到我们那台服务器上 那么那台服务器的webIP呢 在阿里云的这个管理控制台上是很容易看到的 就这个这个,然后登上去 然后呢,我们为了快速的 就是我们这个使用这个 因为上去课已经配好了Nodel.js的环境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使用这个Nodel.js里面的一个MVC的框架 来快速搭建一个webserver 那我们需要用Express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安装另外一个命令行工具 叫ExpressGenerator 然后呢,这个等它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命令叫做Express 然后呢,直接执行ExpressGenerator JS vchat 好 然后 它给我们就是生成了快速的生成了一个Express的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切换到这个应用里面 然后呢 要执行NPM install 等待它安装完成 然后呢 我们需要执行Node bin3w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bin3w 以免干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Debug等于新 JS vchat 新Nodebin3w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JS vchat的这个server呢 它是启动在3000的端口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再登录到 新开一个table登录到 绘画登录到我们这个web server上 那我们需要给Enix 就是因为微信服务 它是不支持 跟我们这个非80和443端口的这个服务器来 在这个教研这个这种服务器的有效性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我们的ECS服务器上的 Enix做反向代理 那我把所有的这个WeChat相关的这个请求 代理到这个Node的服务上面 那我们需要做 svim.etc.endix.conf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直接是添加一项location 然后这里面给它一个波浪线 然后一斜杠开头 然后WeChat 然后点加后面是任何纸 然后是proxy pass 27.0.0.1 3000 然后分改完Enix配置之后 我们需要使用Service Enix Restart 重新启动我们的 Node服务 好 那么 这里面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的路由Page Wim APP Wim WeChat 就直接叫WeChat 然后 hello hello WeChat next from Ali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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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重新启动一下我们node服务 好 那么3000端口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 零控制台确定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node服务 正常情况 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看一下WeChat hello cd js weChat next 那我们直接访问WeChat hello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正常来说是我们的这个node服务器响应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通过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安装了这个express的generator 然后快速的生成了express的应用 然后呢 我们改了一下我们这个应用里面的默认的路由 在root index里面加了一个这个 wechat hello 然后它输出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呢我们新开了一个table 在我们的这个nx配置里面加了反向代理 把所有wechat开头的这种UIL 这种这种开头的UIL 全部反带到这个node服务上 然后我们直接来访问这个ip地址 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node服务能格 现在已经暴露在外网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服务 跟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服务把它绑定 它这个后台服务绑定起来 我们直接启用的话 它会提示我们启用这个失败 然后呢直接修改配置的话 它会提示资料不全无法继续 那么要求我们必须添加公众平台 公众账号的头像描述运营地区 那么现在就去把资料补权一下 那么我头像呢我们上传一个jpack的图片 好 那么接下来确定 那么微信号呢我们设置成这个 那么我们下一步确定使用 那么这个一旦设置是无法更改的 好那么成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所在地 那么在北京市 那么在北京市 好我们把它标记为北京市朝阳区 把位置设置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尝试 启用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填几项这个关键的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个需要啊 因为需要填一个UIO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服务器的地址 那么这个token呢是我们规定的一个token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自己的网站和这个微信之间约 按约定的一个公约 那么下面这个加密的这个密约 那么这个可以是可以不做 那么就是对于传递的消息进行加解密 那么这里面填写服务器配置的时候 这有个接入指南 那么接入指南里面我们需要 给我们的这个 我等一下 接入指南应该是在这个开始开发 这有个接入指南 那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这个 node服务里面开发一个接口 然后呢 让它这个实现这个接口的教验 那么这个接口的文档 那么微信会发一个get请求到我们这里面填的这个地址的服务器上 然后在下面这四个参数 然后我们教验的方式呢 将这三个参数进行字典去排序 然后将三个参数拼接成一个字符传进行刹一加密 然后加密 这三个参数加密后的字符传跟这个sand做对比 然后如果相同的话 那么请求是来源于微信的 那我们需要写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法来做教验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vimapp vimrouteindex 那么这里面我们直接router.get WeChat verify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直接用 Cost 那么有四个参数 然后呢我们得教验一下这四个参数 那么if 那么if 觉得四个参数任何一个参数为空 那么我们就需要直接 invalid request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按照微信官方说明的这个 那么将token timestep和nons三个参数进行字典排序 paramers等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自己定义 token 那么这个token 那么这个token呢我们 我直接使用了一个生成token的一个工具 那么直接生成了一串把它放在这 那么等一会我们再配置这个微信的时候 微信公众账号的时候需要把它放在里面 好 那么 那么 嗯 然后是timestamp 然后是nons 然后是paramers等sort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使用ripto等 require crip ripto 那么 那么 排完序之后就是我们先要对这三个参数拼了一个数字 然后把它们的值按字典排序 然后是conststring等于paramers.join 然后呢我们需要生成一个加密的串 看一下文档 ripto 4 那么这里有一个quit hashi 然后呢 我们直接 Const send等于 hashi update Paramase join 然后是 digest hex 那么 第一步排序 然后第二步是煞一加密 然后是对比 那么第三步 我们把这个注释写上 然后把加密后的穿 用signature 对比 有两个相带 这 Rest send echo string 那么负责的话 Rest send invalid send sign 好 那我们这个接口呢 基本上就开发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配一下 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来配一下 verify 然后呢 token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直接使用明文模式 然后尝试提交一下 好 那么我们保存 直接在这边 3 在这个table里面写的第三个table 这个table里面写的一码 第三个table里面 启动服务 那么debug等于js wechat wechat 新 然后node in w 把它启动起来 好 那我们尝试提交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提交成功了 就是说 wechat verify signature 是这个值 然后extring 是这个值 times5 然后nose 是这个值 那么 到这里为止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嗯 微信公众账号的服务器的配置 已经完成了 那么 对于这个公众号的设置里面的 这个功能设置 这是设置js域名 那么这里面 必须是要是一个备购案的域名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ip 在这里面它肯定是不允许的 就是这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需要在这个页面里面 就是浏览器的页面里面掉这个 微信的api 你需要有一个合法备案的域名 合法备案的域名 你只有一个服务器还是不够的 那么这个也是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 嗯 微信 就是 开发者工具里面的这个 在线 就是公众平台的测试账号 那么 使用它的一个目的就是 方便它 方便大家快速的进行开发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呢 嗯 到这里就接近尾声的 总结一下 我们这几课 就是 在这个阿里云的ECS主机上 开发了一个简单的这个 嗯 请求验证的一个 lab server 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配置了这个 并且教验通过了 那么下几课开始呢 我们将开始做一些实际的开发 以及微信开发的调试工具的一些演示 那么下一课 再见